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转移至收容区域 如果单个SCP575个体大小超过了安全收容大小 将启用协定AL9O77-B 以分裂并隔离该SCP575个体 收容单元将由两个密闭房间组成 用气闸封闭 外层房间 收容间A 必须永久保持光照 并由两台紧急发电机带命 照明器材每周需要进行一次检查 每当收容间A发生停电 整个收容单元将会被立刻封锁 直到所有的照明器材恢复 内部收容间 收容间B 内外都将涂上一层唇盖 进入收容间B的人员将配备装有LED灯的衣物 和紧急时使用的手提泛光灯 与SCP575的接触仅限于收集样本和观察 SCP575的样本必须和原个体以相同方式对待 并且所有的试验场地都要包括 唇盖涂层和紧急照明措施 所有因SCP575造成的平民死亡事件 都将被归咎于野兽袭击 或以死亡对象被师父动物啃食 如果存在生物调查 攻击都将被归咎于连环杀手或邪教行为 并将任何额外资讯以正在调查的名义封锁 描述 SCP575是一种未知形态的物质 外形为团非固体的黑色形状和结构 SCP575极难进行观察 因为它会在浴光时立即消散 该行为与SCP1219相似 不过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目前尚未确认 当前测试无法断定SCP575是有机还是无机的 尽管没有可探测的神经系统或有机部分 SCP575的行为符合有自主意识的个体 SCP575最初会在无光处出现 发生原因不明 但测试表明数量不定的SCP575 会在变数于一定时间后出现 SCP575可以悬布在空中改变其密度 让它能穿过极小的开口 在生成后 SCP575倾向定居在阴暗、孤立的区域 并会在其达到极端质量 前一直存在于此 SCP575会通过吸收有机质来生长 SCP575会固化自己的一部分 并使用这些腹肢对活体生物进行敲打、切割或挤压攻击 寻找猎物和选择猎物的手段目前未知 当击倒猎物时 SCP575会撕下 并压碎主体内猎物身体组织 直到它被吸收 SCP575无法吸收高钙物质 所以SCP575的巢穴 可以通过大量散落在地上的骨头、牙齿和钙粉来辨识 SCP575可以在任何完全无光处出现 这似乎是一种形式的自然发生 并且能在 后在任何足够黑暗的地方发生 SCP575最初在 先生与他家庭的房屋内发现 初次接触时 SCP575早已消化全家 并将一位邻居 对 部分吞食 最初接触至今 有 各SCP575个体被回收 大多数都在住家和大型建筑 如工厂和学校内被发现 原因不明 但有两种说法存在 一种是人类建筑习惯 可以为其提供更好的巢穴 或者SCP575需要其附近存在的人类 两种说法目前仍在调查中 以上就是SCP575 简单来说 SCP575是一团 似乎有异式的黑暗物质 当被光照射时 就会消散 它能够让自己的一部分固化 以此攻击其他生物 并在之后将它们吸收 文中提到的另一个SCP SCP1219 是一个实体或者事件 只要至少一个能成为对象的人存在 就能在足够黑暗的地方发生 它的表现是 Champton Ressis 的口哨版本 如果听到的人以吹口哨 哼唱唱唱歌等方式 模仿SCP1219的曲调 就会被肢解 并且身上出现鞭打痕迹 但被光照射时 SCP1219 会立刻停止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谢谢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的SCPO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